4月30号下午4点43 在纽约 这里发生了枪击案 这里是哪里 我刚才说一下 这里是新鲜草原 188街过来了 警察现在都封锁现场了 有点恐怖 好像是说三个青少年开枪 三个青少年开枪 太恐怖了 来了好多警察 对面的警察都穿防弹背心的 不知道有没有人伤亡 恐怖 这个保安 对面是商场 警察把路封着 这位华人也比较多 因为是在新鲜草原 有些人过来 看热闹 这位还是占了很多人 这位好像有大学 还有高中 什么现在出来 好像枪击案 枪击案 刚才 都差不多有40分钟了 里边 不知道 应该是 三个青少年打枪 抢劫呢 不知道 我也刚刚到 你住在府邸 这边环境挺好 这附近有什么 有大学 是不是 这边没大学 路那边有大学 对 就是附近 都挨着的 好像对 是过了495 那边有大学 是皇后大学 黄后大学在那边 皇后大学那边 对 我就经常好几个大学 高中也有附近 高中也有 那边往下边走 那法西梅导 那挺 挺住宁的高中在那边 法西梅导 对 对 路易斯高中 对 对 路易斯 哇 真 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 到处都封着 应该是在这家 Apple Bees 这家餐厅里面 发生事情 因为要不然的话 它这个门口 是弄着这个警戒线 所以警察肯定还要找 这个子弹壳 对不对 应该不是对面的小区 我这么估计的 你看整个餐厅周围 全部封起来了 大家觉得是不是这个道理 好 又来了一台这个防暴车 收到那个情报说 那是三个青少年都跑掉了 一台警车 两台警车 三台警车 但现场没有救护车 救护车是不是已经走了 不知道有没有人受伤 又来了两个警察 新鲜草原啊 这边周围住的都还不错 都是一些中产阶级 周围都是一些 这个独动的别墅 这个独动的别墅 因为这边不通地铁 一般都是开车 对面有好多警察 对面有好多警察 好 要不要看 看警察 哇 反正估计事态挺严重的哈 来了来了好多警察 周围全部是警察 密密麻麻 所以属性 好 防暴 防暴车走了 现在路还是封着的啊 就是保安啊 这个南路的警车走了 是不是警察找到子弹了 还怎么样啊 也不知道 这还有一些穿蓝衣服的 好像这个社区的警察啊 那边也过不去啊 所以在这边晃一圈啊 这黄衣服是拍照的 这边来了好多当官的啊 感觉你看嘛 都穿着防弹背心啊 穿西装的 那级别就感觉比较大的了 好 然后警察又朝前面走了啊 这个餐厅啊 我刚才看了一下里面都还有顾客在吃饭啊 虽然外面发生了枪杖啊 丝毫不影响里面的顾客啊 走到直接对面去看一下 现在五点零一分了啊 警察还没有处理完啊 整个餐厅这外面一圈 这个路都是封起来的 大家看一下新鲜草原啊 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了 一会看一下新闻啊 现场有没有看到很多大台的记者啊 不知道是不是走了 前面有个摄影记者啊 看在这个公寓楼下面这个花园里面也很多警察啊 在这来来去去啊 也不知道是干什么 啊 我说这么多警察啊 被打的那个人死掉了 被打的人死掉了 应该在医院啊 我来的时候已经没有救护车了 但是枪手和那个枪手好像三个人啊 但是不知道是哪个哪个族裔的啊 然后呢死掉的人被袭击的人也不知道是哪个族裔的 有一个人 在哪里啊 就在这里啊 就在这里啊 都都拉走了嘛 枪手都跑了 三个人 青少年 啊 就在这儿啊 就在这儿 就在这个Apple Bees前面嘛 那不都封掉了吗 枪手跑了 啊对啊 打死人了 要不然这么多警察 这么恐怕啊 啊你住附近啊 对 你觉得这儿社会治安怎么样吗 这儿应该不错的啊 这边很好啊 对啊 这边都是中产阶级嘛 你是住这里吗 我没有 我住法拉圣过来的 啊 嗯 他趁意跑过来啊 对啊 前面那个美女都不相信 现在又多来了一位啊 拍照的 哇这记者的相机好专业啊 那么大 现在五点一刻了啊 好像现场也没什么啊 再拍一下就准备走了 地下也没看到雪啊 我看半天也没看到雪 大家可以看到啊 今天在这么好的社区啊 都发生枪击啊 还是在大白天啊 那纽约市长亚当斯呢 在2024年4月3号的时候啊 还说啊 纽约市的街头和地铁系统的犯罪率啊 均有下降啊 市长和纽约警察局长宣布呢 纽约市这个整体的犯罪率 在2024年第一季度继续下降啊 这一趋势呢 涵盖了五个行政区的地面街道 和地下的这个地铁系统 据纽约主流媒体报道呢 还说虽然三月份的犯罪率 这个重罪工具率上升了5.5%啊 但其他大部分重大犯罪率啊 都有所下降 你看餐厅里面啊 顾客在里面吃他们的饭啊 现在有两位警员又往前走了 不知道什么回事 然后我也准备撤退了啊 然后我要骑车回法拉盛 大概是差不多 二十几分钟嘛 大家好 4月30号纽约换车去法拉盛啊 这里有警察出警啊 所有小偷 好 警察进去了啊 是家中国餐馆 郑家园 南北风味啊 来了两个警察 给大家看一下时间哈 警察正在 不知道 警察放了一圈 好像又走了 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啊 是在这个邦里结合 到哪里 和弗兰克林大道这里 警察在询问啊 旁边有个 飞翼小哥 旁边还坐着一些仙搭人 那是餐馆 里面有个罚人出来了 不知道 警察放了一圈好像又走了 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啊 是在这个邦里结合哪里 和弗兰克林大道这里 他在询问啊 旁边有个 飞翼小哥 旁边还坐着一些仙搭人 那是餐馆 里面有个罚人出来了 是不是威胁那家中餐馆的 南北风味啊 不知道 不知道 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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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察走了 没有看到坏蛋啊 警察还没走 是不是还在调查啊 不知道啊 隔远一点拍一下啊 这边华人比较多啊 就在 凯西纳大道附近啊 现在是4月30号 今天星期二 进去问一下老板啊 刚才是不是发生那个 迟到抢劫案啊 抢谁啊 大概了解一下 餐馆没人呢 老板在忙 等一下 老板 刚才是不是有人迟到抢劫啊 我不知道啊 我不知道啊 刚才警察不来了吗 不是吧 不是抢劫吧 我不知道啊 是拿刀是不是 嗯 拿刀抢谁 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我在里面啊 我没有出去啊 我要做工啊 那谁报的警啊 我不知道 哦 我以为抢劫 你怎么了 我以为抢劫你们 你是公务人 不是啊 我们去帮别人问一下吧 帮那个记者问一下 哦 我帮记者问一下 我不知道 不知道啊 哦 我没有出来 外面看的 我 我这么吓人 敢抢中山馆 好的 谢谢老板 好的 好的 好 刚刚拍完那个警讯了 也不知道什么情况啊 现在去下一个 有警讯的地方 这里呢 是 纽约欢 是去法拉盛 山福大道的 147-05 说这里有什么 真 那个 这里是纽约欢 是去法拉盛 山福大道的 147-05号 刚才 收到那个社交媒体啊 说这里有什么 收到骚扰报告啊 来了呢 什么事情都没有啊 又白跑一趟啊 又白忙一场啊 好彩天气不是很冷啊 现在出太阳了 这里是纽约欢 是去法拉盛 山福大道的 147-05号 刚才 收到那个社交媒体啊 说这里有什么 收到骚扰报告啊 来了呢 什么事情都没有啊 又白跑一趟啊 又白忙一场啊 好彩天气不是很冷啊 现在出太阳了 这里是山福大道 和147街啊 对面好像在拆房子啊 啊 这边那个天天公寓 还在卖房子啊 应该是华人的供应啊 你看 上面打的中文啊 旁边在拆房子 正在挖土 这个挖铁机啊 哇 走在街边啊 看到谁的这个 微波炉 不要了啊 哇 看着挺古老的 这个 是不是这个 90年代的产品啊 你看它这个外壳 还是这种木质的 好像啊 都不是像现在的这种设计啊 肯定是坏了啊 不能用的 估计 哇 好脏哦 里面那个盘 转的那个盘都没了 垃圾 就正在这里了